英国生活22年 从事法律行业18年 不敢说过去18年当中百战百胜吧 但是所有的案子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都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 今天要分享的话题是 2024年如何顺利移民英国的三种方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讲具体的战术之前 还是要强调一下 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 是什么呢 移民只是一种手段 移民不应该是个目的 换句话说 就是你移民之前 你考虑哪种方案之前 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要移民 比如说大部分想移民 或者说移民英国的 最主要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孩子 那大家是不是可以考虑 12岁以下 其实父母双方的一方 是可以陪读的 如果说12岁能放手 是不是考虑放手 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 是需要综合性的去判断的 如果说能赔 当然最好 如果赔不了 如果要花200万300万人民币 换来的一个陪伴和一个绿卡 是不是值得 我每次都和大家分享这个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很重要 每个人对于绿卡的价值评估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对于陪伴的价值评估也是不一样的 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移民是大事 决定虚谨慎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点的一个主题 2024年移民英国的三种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最简单 直接的方法是什么 是Skill Worker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 外边有很多种算法 什么打分这个分那个分 我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建议 就是可以忽略到那些打分 那些打分没有任何意义 看两个标准就可以了 第一 是不是有雇主愿意雇佣你 第二 你的雅思是不是能拿到四分 单向不低于四分 很多人说 哎呀雇主愿意雇佣我 但是不愿意给我发工作签证 醒一醒 如果雇主愿意雇佣你 但是又不愿意给你发工作签证 它表明的是一个态度 它是不愿意真心雇佣你的 或者说 你的价值没有达到雇主的预期 多发简历 如果你是毕业生 如果你是毕业生 你是PSW签证 你的唯一选择就应该是 多发简历 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 说告诉家长 告诉自己 说英国的工作不好找 英国的工作很好找 你只要愿意付出 愿意努力 投简历 当你投了三百份的时候 你还找不到工作 那就能真的是说明 英国的工作不好找 如果你只投了三十份简历 你告诉父母 告诉自己 英国的工作不好找 那我认为是一种自欺其人 这是第一种方法 当然这是针对这些学生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去努力找工作 但是如果说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战略问题 你是为了孩子 那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方案 比如说工作宪政 你要有相关的资源 相关的付出 是不是有一种投资类型的 来换取工作宪政 需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接下来的分享 不代表我个人 以及彼得森律师行的任何的法律建议 或者是法律意见 这个只是一个分享 分享一个故事 看到了身边的一些朋友的操作方法 比如说张三 有一个朋友李四 在英国已经游泳居了 他有一家公司 规模不大 但是愿意和张三一起合作 来拓展一定的商业 愿意通过张三的投资 来拓展英国的人力 办公室市场等等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李四作为申请人 他能达到雅思四分 但像不敌四分的情况下 张三是完全可以办理一个工作签证 为雇佣李四 专门的做出这样的一个商业行为 因为在2023年新更改的移民法条例当中 已经明确的去除了一个约定 去除什么约定呢 老的规定是 如果是工作签证持有人 在公司持有股份不能超过9% 但是新的移民法已经把这条去除了 换句话说 英国政府也看到了这个部分的一些规则 也相应的做出了一些改变 换句话说 你可以是英国公司的股东 甚至不排除是大股东 这个呢 也是很多PSW签证的持有人 可以考虑一个方案 如果你有一个英国的永居 或者说英国护照的一个合伙人 他有一个公司 或者说你们合作做一个公司 是完全可行的 第一个方法考验的是你的实行力 考验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坚持的去投减利 能不能吃苦 能不能得到雇主的认可 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考验的是你的财力 你是不是有一定的资本 有一定的投资额 可以作为合作的这种模式 你加入到这个公司 作为这个公司的雇员来工作 也是可行的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第三个工作签证的类型就是 如果你是PSW签证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合伙人 通过你们俩合作做一个公司 来创业 来为自己申请工作签证 担保牌照 是可行的 而就是合法的 第三个方法 大家看一看自己适合那种方法 好 这是第一大类 2024年移民英国的第一大类工作签证类 第二大类是什么呢 是目前英国政府的这个innovator funder 叫做创新者签证 很抱歉我个人的判断是 这个签证是一个鸡肋 什么叫鸡肋呢 就是你会发现在老政策的时候 这个签证是非常好的 因为有60多个担保机构 任何一个担保机构 只要你找对人 办对事 花对钱 你都可以拿到担保信 你都有可能在老政策下 满足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而获得绿卡 但是新政策下只有四个担保机构 这四个担保机构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在你拿到绿卡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满足七个条件当中的两个条件 要求是比较苛刻的 我个人的经验和我个人的判断是 这个政策早期是被滥用的 现在英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正在逐步的加强和改进 对这个签证的审核力度 换句话说 除非你是理科 博士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而且有一定的这种科技类的创新的 基本可行的商业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可以考虑创新的 加上一个雅思五点五分的 这么一个基本要求 但如果说你是文科 学什么人力资源 学什么艺术 学什么媒体 基本都没戏 而且如果有人告诉你 投资一个企业 来办理这个创新签证 我个人的观点说的不客气一点 这就是一个骗局 因为我们看到的90%的投资 其他人的企业来办理创新移民的 到最后都是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大家要有这个认知 如果说你投资200万人民币 到一个企业里边 又能拿工资 又能三年拿绿卡 又能够有事情做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一个事实 这个表现一定有问题 很多人会告诉你 我有公司回购协议 我有公司担保协议 我有种种的协议 但是别忘了 第一 不符合法律精神 第二 你的对赌的对象 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是一个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只愿意相信 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受不了这种 天生事服务 什么事情都答应 什么事情都是好的 什么字都可以先到最后实现不了 竹篮打碎一场空的时候 才找到我们这种专业机构 要知道那句话是没有错的 良药苦口 利于病 忠言逆而 利于行 好 这是第二大类 innovator 我个人是不推荐的 除非你满足博士 理科 有一定工作经验 而且有一个可行的商业计划 这种情况下 可行 因为命运保在自己手里 好 这是第二大类 innovator 第三大类 就是很多人忽略的 一个签证类别 叫做什么呢 叫做expansion worker 称为小手带 我们知道手带 是首席代表 So representative of overseas business 这种情况下 首先我们要理解 英国政府的法律精神 它为什么会制定这条法律 制定这条法律的原因 是希望帮助那些 表面上看 是希望帮助那些 在英国境外的企业 来英国拓展生意 这是表面上看 那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希望通过 给这些外国的企业 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 产生就业 产生税收 产生商业行为 这个是英国政府想要的 老的手席代表呢 是有一个好处 三加二 你只要达到五年 可以申请绿卡 这个新的手席代表呢 正是因为 老的手席代表里面 有太多的漏洞 被政府发现了 发现什么呢 老的手席代表是 没有雇佣要求 没有投资要求 只有给自己发工资要求 和商业行为要求 但是从目前来看 老的手席代表的 续签和永居 已经到了很严格的地步了 比如说你的营业额 我们认为目前 至少到八万五千磅以上 要有VAT 第二 你要有办公室 第三 你要有人员工资 第四 你要有商业行为 第五 你的合同 每一笔的进账 要对得上 你必须证明你来英国 是确实的开展的生意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我们今天谈的是 它的替代品 或者说它的阉割版 叫做Expansion Worker签证 这个Expansion Worker签证 可以被理解为小手带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没有了雅思要求 你不需要有任何雅思要求 但是坏处是什么呢 坏处不再是 像手席代表一样 直接给三年 三年续两年 五年可以拿绿卡 三加二 小的手席代表呢 它现在是 一加一 加三加二 什么意思呢 它给你第一次签的是一年的 你必须证明自己 有满足以下几个要求 第一 国内的母公司 营业额超过一千万人民币以上 第二 国内的母公司 员工超过十个以上 第三 你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你有在英国设立 分公司的必要性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获批一个牌照 叫Expansion Worker的牌照 但是别忘了 如果你要交申请的时候 你必须证明什么呢 你必须证明申请人 已经为母公司工作 超过十二个月以上 工资达到四万两千九百银宝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算一下 大概你月工资 要四万人民币左右 连续发满十二个月 你就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办理这个签证 理论上来讲 它是一个高管类别的签证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是日本国籍 恭喜你 你有特殊待遇 你可以不用满足 这个基本的工作时间要求 和实行要求 第三 如果你的工资 超过七万两千六百银宝 在母公司 那这样的话 你也不用满足十二个月要求 因为工资已经证明了 你是足够高的高管 但是需要注意细节 就是移民局 对于怎么去判定收入 是有它的标准的 比如说 你说我发奖金可不可以 对不起 奖金不算入到工资范围以内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替代产品 没有原要求 而且你只要母公司 达到基本要求 就可以了 前提是 你自己有一定的 发放工资的记录 提前规划 十二个月 是完全来得及的 这个申请过程呢 大概是三个月 加三个月 申请排掉需要三个月 办理申请人签证 大概需要三个月 六个月左右 换句话说 你有足够的时间 来准备相应的文件 这个签证货币 第一年是一年 它给你时间 使来开公司 注册账号 找办公室 签合同雇人 如果一年之内 你达不到申请 工作签证牌照的要求 你需要再续一年 换句说一加一 当你两年之内 如果你还达不到 工作签证牌照的申请要求 那你就只有回国了 那大概率来讲 你只要提前准备 有专业机构帮助 和指导的情况下 比如说母公司叫A公司 设立了一个B公司 在英国 这个B公司 只要满足 以下几个基本条件 就可以申请 工作签证牌照了 第一 营业额 超过20万英镑以上 第二 有至少两个英级 或者绿卡员工 第三 有固定办公室 第四 有一定的商业行为 第五 有税务注册 第六 有会计公司出具的 相应的税务的证明 这六个基本条件 满足的情况下 两年你还达不到 那只能说明 你的执行力有问题 或者说 你的动力不够 两年拿到工作签证 担保牌照之后呢 可以担保B公司的张三 也就是这个申请人 成为Skill Walker 你会发现 你回到了第一条路径了 就是 一加一 加三 加二 前两年 是Expansion Worker 商业拓展签证 在第三年的时候 转成工作签证 工作签证 满三年 续一次 两年 工作签证 满五年 可以拿绿卡 这个就是 目前我们看到的 英国比较常用的 比较实际的 一个拿绿卡的 三种方法 要记住 任何一个方案 都是有它的好处 有它的坏处的 不管是工作签证也好 创新签证也好 还是这个 Expansion Worker 商业拓展签证也好 要辩证的看问题 风险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对风险没有认知 风险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没有准备 应对风险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关键点 供大家参考 好 这个今天呢 就是简单的一个分享 关于英国移民 2024年的 常见的三种方法 感谢